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 又跑出来看海了 那么这个假期呢 大家有去那里玩了 那今天幸亏 星期五提早跑出来 那么现在呢 据说每一条highway 已经在塞车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走走 放松心情的话呢 请那个路上小心啊 那么我就选择了呢 哎我要看那个疫情的那个表嘛 哪一个州是最少的 我就来哪一个州 那个police police不算啊 police是小不算 结果看看看见呢 哎等干路登家楼 登家楼是最少的 所以我就来啊 登家楼这里呢 多清静一下大海 清静一下这个大自然 那么今天呢 哎呀 你打开所有的媒体呢 那不用讲了啦 就是那个新闻罢了啦 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呢 那个安倍晋三呢 给人干掉了 那么现在傍晚的时间呢 已经confirm 确定呢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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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 啊 离开我们了 好 那么 我们不要讲政治立场 不要讲什么啦 啊 那么最让人 最让人呢 害怕 我非常恐惧的就是呢 哇 很多人啊 放笑脸啊 所以啊 为什么 我们的疫情 不能够断 为什么这个瘟疫一直来 啊 为什么这个Covid到现在啊 都不会好 然后猴头呢 看样子呢 也不行了 守不住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就是因为那个人心啊 非常非常的恐怖啊 你想想看啊 可能是你 游天是你 还是你的家人 啊 走了之后 我们不要讲他什么 政治立场什么东西 人家来你的Facebook放笑脸 啊 你会过去怎样对他啊 那些放笑脸的人是人啊 啊 放笑脸还不够啊 还要写那些 啊 不是人讲出来的话 所以啊我跟你讲啊 大家其实对瘟疫呢 对这些Covid病 你不要太害怕的 他真的是大自然呢 来到这个世界呢 去清除这些呢 心灵呢 非常非常 这个黑暗 非常非常糟糕的 然后呢 也给大家呢 一个机会去忏悔 大自然有在 老天爷有在 啊 不要跟我乱来 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呢 现在疫情呢 又回来了 人又不怕了嘛 又开始违背大自然 又开始这么黑暗的那个内心嘛 人性都失去了嘛 是不是 哎呀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马的数据呢 一下子又回到4000多 那么接下来还是 还是会散 他估计阻止不了 因为他跟新加坡是互通的 新加坡 一万多呢 大马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 今天啊 啊 这个凯里呢 他紧急开了那个记者会 啊 凯里的那个 记者会呢 他主要提到呢 哎呀 就是那个口罩啊 你不戴口罩的那个沙曼呢 哎 要重处江湖了啊 啊 因为是这样讲的 在户外呢 户外是不用戴口罩的 我很久很久在户外没有戴口罩 而且 看到这个地方呢 个人也没有 啊 人多 我还是会戴 但是呢 很多人呢 现在在户内呢 啊 在室内呢 哎 还没有讲室内口罩令 还没有解除啊 自动不戴口罩了 所以凯里讲呢 要叫那个警察呢 重新来开那个沙曼 有好有坏了 啊 所以 坏当然是讲的 哎呦 现在光物涨价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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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啊 又要来开那个沙曼 罚人人民一千块 是不是 但是呢 只要你 好好的戴口罩呢 你是不会中沙曼的嘛 在室内好好的戴口罩呢 你不会中沙曼的嘛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你凡是在室内 看到人多了呢 啊 这段时间呢 要小心 啊不然的话呢 就跑来 登加楼了 登加楼 疫情最低的 啊登加楼呢 也足够的大自然 啊 除非是这样子啦 啊 是不是 啊 所以 你看还是登加楼的海盒 漂亮就是漂亮 跟南海 南京国海 漂亮就是漂亮 啊 那么关于猴豆呢 今天也是坏消息啊 很快很快的消息啊 这个马来西亚那个人呢 在新加坡中口豆的那个呢 啊 我跟你讲啦 那个凯里讲的凯里讲的 他去了槟城趴趴走了一圈 然后去了那个JB呢 趴趴走了一圈 啊 那个卫生部在处理 这个卫生部在找那些人呢 谁跟他接触的啊 啊 当然他是不是菊花胆 不知道啊 啊 如果是菊花胆才容易啦 啊 菊花胆就知道 他跟谁做了什么事情 那个更容易找嘛 啊 如果不是菊花胆是普通人呢 啊 那有点难找啊 啊 然后目前呢 在那个世卫组织呢 还无法确定呢 那个口豆呢 是怎么样传播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想外 啊 啊 不是说只有菊花胆呢 才会中猴豆的 而是很多人都会中 那孕菇也会中啦 那什么人都会中的 牌子也会中啦 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猴豆的威胁呢 现在已经近在迟迟了 啊 然后这个Covid的数据呢 在继续的上升 所以这段时间呢 真的对大家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挑战啊 但是我真正 你问我真正害怕的什么 我害怕的是这个人心不股啊 哇 看见人家今天看人家对那个安倍进山呢 可以 人家走了啊 背后给人家穿过去 这样走了 哇 还会放笑脸啊 这些造型是人啊 啊 所以这个世界呢 真的需要清洗啦 啊 人家讲说这个Covid来清洗 啊 有时候我很不赞同 但是看到现在看到人心这个样子呢 哎呦 真的真的 如果老天爷要对人类做什么惩罚呢 啊 我也不能够反对了 真的真的 这个人心不股啊 人心 人心给病毒呢 可怕的 非常非常 所以在这个 呃 Covid这么严重 开始起来的这个时代呢 那个凯里现在又讲了 那个 他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个新的病毒病毒 BA5 有没有在大马 啊 他也没有办法去验了 但是他讲说 马兰卡利 多数是有了 啊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他如果有的话呢 会中 就是你前两个礼拜 你中了 那个奥米克隆呢 你可能两个礼拜之后 你会中BA5 啊 会有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大家 要小心 所以呢 一样的 啊 还是给大家一些提醒 就是 这个是人的病吗 你靠近人呢 啊 所以你要小心做好保护 要不然 就来没有人的地方 啊 放松心情 多做运动 啊 多做一点 静坐冥想 啊 这个 看看下自己呢 以前有做过什么错误呢 好好的 忏悔 改过自新 然后 求这个老天爷 原谅 你跟大自然和谁 跟大自然 存在 那么 这个是呢 我们应付呢 这个 疾病啊 大瘟疫时代的 一个方法 所以看见现在人心无耻呢 这个 大瘟疫呢 恐怕 没有这样容易能够离开 因为大瘟疫呢 是要让人改变 是要让人 能够 变好 只要人不变好呢 我觉得呢 这个瘟疫呢 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它总之会一直出现的 你看 好了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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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每个人的 变好 大家 觉得嘟嘟嘟 所以这档时间呢 小心它 所以假期嘛 接下来一半六礼拜 半日 假期 大家好好的 找这种很大自然的地方呢 多多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看看大自然的 要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啊 好了 那么今天 短暂的分享 跟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记得 记得 看到那个 新闻 不要去按笑脸 啊 啊 这样子 总有一天 老天爷会惩罚你的 对不对 啊 然后记得 在室内戴好口罩啊 不然等一下中一千块 是不是 好了 那么 今天呢 又暂时展示到这里 那么 我们呢 下回见